接著來關心今天本土疫情新增了50561例 相較前一天是略略下降 指揮中心預估呢 這明天起確診數有望降到四字頭 但還是要帶您關注死亡個案的情況 今年一共新增了172例 有一例還是兒童重症死亡 一開始發高稍稍到40度 最終是敗血性休克 新增本土病例50561例 本土境外75例 死亡個案有172例 本土新增確診數略有下降的趨勢 50561例相較前一天下降約5.7% 中重症共285例 死亡個案172例 都比前一天再少些 但中重症跟死亡状況 仍得持續關注 死亡個案部分年齡層是從90多歲 到今天有一位三歲的一個小朋友 診斷是有孝紅和病呼吸窮迫的情形 各案中其中一人是兒童重症死亡 這名三歲的男童本身有慢性腦部和神經系統疾病 6月7號高燒驗出陽性 6月11號嘔吐活動力降低 到院急診時診斷笑吼 合併呼吸腫破 進一步發現有糖尿病重症情形 最終因敗血性休克 不幸過世 外界也好奇何時能等到疫情確切降溫 觀察確診數前三名的縣市 臺中高雄及新北來到八千例以內 指揮中心分析 二十號起全國確診數有望見到四字頭 那目前各區都還是呈現一個持續下降 或者是緩降的一個情形 與此同時 指揮官陳時中預計二十號能夠出關 到時會不會立刻回歸記者會 還得看陳時中身體健康狀況而定 這部電影節目去台北參觀